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讨论的核心话题,是的,巴特自始至中都是这个世界的精神之都,即便在最坏的时期,我们也见证了一些国家最伟大的思想家、精神导师,如斯瓦米、维维坎达、拉克里什纳、帕拉哈希拉、普鲁普等。 甚至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也见证了康吉、马哈帕,他实际上是我们的灵性导师,我们见证了如此伟大的个体,他们实际上是智商的化身,即使在最艰难的地缘政治动荡时期,想象一下当巴特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体制时,我们将看到多么大的变化。 是的,巴特的精神和经济变革将手牵手进行,但除此之外,我还想提到,情况并不会像听起来那么美好,我们正处于卡卢家,我们必须也要认识到,我们正处于一个略显可增的时间框架,许多不好的事情将发生。 但同时也会发生一些好事,而且好事发生的速度将会更快,在未来几年内,好事的速度将会超过坏事。 谢谢晒的问题,我转到下一个问题。 我想问您,未来经济将是黄金经济还是房地产经济? 是的,确切地说,您提到了经济和房地产经济,抱歉我没听明白? 是的,是的,在这个全球变革和全球转型的时期,尤其是在未来的20年里,黄金和房地产都将很重要,与流行的观点相反,房地产未来仍将重要。 更具体地说,我想提到一件我在对话中没有涵盖的重要事情,感谢你的问题,大约在2040年左右,房地产将成为非常重要的时期,不是城市的房地产,而是农业土地。 当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的食物质量迅速下降时,今天只有一小部分人意识到这一点,但有可能在全球80%到90%的人突然会意识到食物不好。 一旦你意识到这一点,人们将迫切需要土地、奶牛、好食物有机食品,这时土地将成为最重要的资产,而拥有土地的人。 不幸的是,如果你看今天,很多亿万富翁正在购买数千英亩的土地,比尔,盖茨在美国购买了超过一万英亩。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可能甚至更多,在印度,通过公司购买大片土地,通过可公司购买大片土地。 实际上在全球金融体系崩溃的时候,卡塔政府在这里开放了土地购买和MAS,一些公司也开始购买,几乎整个世界都在进行农业土地购买。 这是全球智慧的一部分,也是世界特权的一部分,但这里的普通人认为农业土地是过去的事情。 让我告诉你,亲爱的朋友,这是未来的事情,我确信它将非常重要,至于房地产,我想再次重申,农业土地非常重要,当然黄金也是,是时候了,未来二十年我们将看到全球秩序的转变。 想象一下在那个时候会有多少快速的变化,一些东西将比其他东西更有价值。 显然是黄金,印度经济和印度创业领域,印度市场空间,整体印度市场和经济的其他方面也将崛起,但在这二十年的时期内,黄金将非常重要。 谢谢LXMI的问题,我转到下一个问题,我的兴趣将会放在2024年,我想了解我们国家的政治稳定性,这是一件事。 还有与此相关的,是它是否会像我们股市中的元宇宙时期一样展示一些大型的金融诈骗。 谢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特别是关于短期的问题,通常来说,短期是很难预测的,但我会尽力理解短期将会如何在全球发展。 我认为,最有可能发生的是,在金融诈骗方面,在我们国家,目前阶段不会发生太严重的事情,但目前阶段很可能会揭示一些旧问题,尤其是在未来五个月内,许多旧问题。 我们国家历史的许多不好的部分等,都将在未来五个月内浮出水面,许多事实将会暴露出来,基本上可能是由于政治仇恨或其他原因。 但总体而言,在未来几个月内将会爆发很多真相,因为拉胡进入画面,其中一些真相可能也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但因为拉胡是非常不可预测的。 即使是研究了多年的占星家,也无法告诉任何人拉胡将如何行事,拉胡就是这种星球,而拉胡正在影响我们国家,所以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下一个农历年将以土星和火星位于四方的方式开始。 我预计,2024年4月到2025年4月将是我们近期看到的最复杂的一年之一,所以,在这个特定的时间框架内,可能会涉及一些金融诈骗,也会有许多国家变得好战,基本上开始形成民族主义身份,在我们国家内部政治上也会发生一些动荡。 尤其是在未来的发展中,由于拉胡进入这个领域,情况非常糟糕,所以我认为稳定性正在这个阶段逐渐消失。 谢谢,我想问的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像COVID这样的大流行病,然后,我想知道我们是否会在未来十年内再次经历类似的大流行病情况。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最近,自从COVID出现以来,很多人不幸地一直在宣扬,声称会有另一场大规模的灾难,另一场大规模的疾病将在一年内或两年内爆发。 新闻和媒体疯狂地渲染这种情况,每次有恐惧的时候,他们基本上都能从中,获得很多收入。 通常,这是一个巨大的提升,就像在某个地方爆发了小流行病,他们会宣布它为下一个X疾病,而这个X疾病仍然会治不去,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我想提到的一件事,是,大流行病也是有周期的,不会有另一场主要的可怕事件。 这是人类的认知偏见,使我们感到已经发生的事情会在不久的将来重复发生。 这是一种人类的认知偏见,即使占星家也会为此感到困扰。 有时候,当战争已经发生时,当我看到下一个计划的新位时,那是危险的。 我的人类认知偏见会告诉我下一件事也将是一场战争,这必须被击败。 一旦大流行病在2020年出现,不意味着我们会再次经历另一场可怕的大流行病。 当大流行病爆发时,我记得在一个月或两个月内发布了一段视频,表示在2021年11月之后,一切都几乎都会逐渐下降,死亡率迅速下降。 现在COVID几乎成为过去时,你知道的,而且还有一个随后的预测,到2023年5月,这一切将在很大程度上结束。 同样也在2023年5月宣布,COVID不再是全球卫生紧急情况,还有一件事就是,正如我提到的,大流行病是循环的,所以这都是循环的。 这个周期结束后,下一场大流行病将需要很多很多年才会出现在这个规模的画面中,所以不必过于担心。 然而,在接下来的20年里,全球免疫力将会略微下降,所以接下来的20年对于许多疾病来说可能会很糟糕,但不会像2020年那样糟糕。 会有一些地区出现个别的疾病传播,然后消退,疾病传播,然后消退,没有太糟糕的情况。 谢谢,还有时间挑选一两个问题吗?是的,没有问题,拉糊,我们可以接受两个问题,是的,谢谢。 在此期间,我能否从主持人的角度问你一个问题,你之前提到了不同的十年。 一个让我想到的问题是关于善卡拉查阿里亚的,有两种观点,关于他生活在哪个世纪,有人说他比佛陀晚一百年左右,也可能是在八世纪,根据你提到的时期。 他是一个如此的复兴主义者,不可能出现在你之前提到的共同点上,是的,非常有可能。 事实上,我相信阿迪,善卡拉查亚实际上是印度教的一个最伟大的力量,基本上是有史以来的最伟大的力量之一,即使在今天,我们还没有见证过那种力量,那是基本上改变了一个被可怕的邪教统治的国家的力量。 当时甚至我们的教派也处于可怕的境地,包括在那个时候某些地区还有关于人类祭祀的历史记载,所以那是我们当时所处的水平。 一些but的人甚至跌到了那个水平,但是善卡拉复活了每个人,当然,那也是在一个大的共同点附近。 大约在公元600年和800年甚至在公元前基督教也有大的共同点,所以是的,它肯定是出现在一个大的共同点附近。 谢谢,先生,你好,我的问题是关于B的。根据G早期的课程,印度是否会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或其他类似的情况? 而B的角色是否起到关键作用?谢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知道未来的意义,因此我相信巴特不幸也会卷入其中。 这也是新全球秩序崛起的唯一方式,这确实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但最有可能发生。 但我还想提到的是,这并不是世界末日,有些人一直在使用我的形象制作缩略图,并写道,世界将在2020年或2023年结束,但世界不会结束,它不会消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只是会有特定的时间段发生巨大的屠杀,特定的时间段发生大饥荒,这基本上是世界的例行公式,偶尔会发生。 所以,它将再次发生,巴特不幸会以某种方式受到影响,但将在全球秩序中崛起,任何试图伤害巴特或反对巴特的国家在历史书中都不会好看。 谢谢尼布。 宪法是否会在未来几年受到影响的问题,当我们迎接辉煌的时期时? 所以,在我之前关于巴特的视频中,这次讨论主要是对那个视频的扩展,在那个视频中,我提到过国家的政治体系必须改变,它将改变。 这不仅仅是我的个人观点,而是一个占星学的观点,整个国家的框架必须改变,它将在未来二十年内慢慢发生。 许多过去压迫我们的事物,让我们沉浸在虚假的世俗主义云层下,让我们沉浸在所谓的宗教团结的虚假云层下,但大多数时候并非如此。 所有这些事情都将发生显著变化,适当的平等将被引入画面,没有人会受到压迫,适当的平等将被引入画面,这将在未来二十年内发生。 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将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现在的政权以及即将到来的政权都会确保这一切发生,我对此非常有信心。 是的,宪法很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谢谢Aigg,6G,你这边有问题吗? 是的,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Aigg,当然可以,好的,这个问题与我们知道最终会面临许多问题有关,所以你能否建议一个单一的,或者说你最喜欢的口头禅,或者某种经文,能够带来心灵的平静? 谢谢AB,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贯穿整个对话的这些令人不安的言辞,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可以把它带到一个平和的水平上。 我坚信每个人每天都应该念一些口头禅,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口头禅,对于一些人来说,可能是甘纳西,对于一些人来说,可能是克里什纳,对于一些人来说,可能是施婆神。 上次我们制作了一段日食视频,在那个视频中,超过一万人与我们一起念经,我相信这具有千倍的效果,想象一下一万人念经的千倍效果,所以在那个视频中,我提到任何人都可以选择他们自己的口头禅。 你有自己喜欢的口头禅,你甚至可以念你的上师的名字,就像我们家很多人都念KJI Maha的经文或名字,或者其他口头禅。 有些人念Hair Krishna Maha Mantra,这取决于你想做什么,以及你已经练习了多长时间。 现在,我每天都练习Grey,有时我尝试连续一个月,每天做108个Grey,那真的是一次让人充满能量的精力,只是一个月而已。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做更长时间会怎样,我计划重新开始,同时进行Simonum,这是古老的伙计仪式,据说应该按照PRS和S的方式进行。 今天也完成了我的S,然后参加了这次对话,甚至在对话进行之前,我开始了Gatry口头禅。 对我来说,最喜欢的是Gatry口头禅,有时我能感觉到Gatry口头禅的能量,这就是它如此特别的原因,即使我的思绪在S的过程中飘忽不定,因为这是大脑的本性,Gatry口头禅总是能够将它带回,至少将它带回到当下。 Gatry口头禅是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有OMG,那是完全另一个层次,也非常棒。 它激发了OM,帮助我们扎根,并能够创造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全球范围内创造和平与稳定,尤其是对于Gum来说,它的力量是无可否认的。 甚至在古帕塔中清楚地解释了这一点,一旦你理解了这一点,我们突然会想到我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在彼此之间争斗,所有这一切有什么用。 这是一个美丽的口头禅,每个人都可以听听,甘纳西是这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力量,甘纳西基本上意味着一切的主宰。 实际上,为了专注于至高,大多数人都需要一个偶像,有些人可以在没有偶像的情况下做到,向他们致敬,但我们大多数人需要一个偶像,即使那些已经超越了需要偶像的人也会使用偶像,你可以看到历史上的例子。 擅长冥想的人也会使用偶像,因为我们有大脑,有身体,心灵和灵魂,所以每当你念经时,保持一个偶像放在你面前念经,你会看到差异,对很多人来说,仅在虚空前念经是困难的。 所以,甘纳西在那里,OMN也非常强大,OMN也很强大,OMN也很强大,OMN基于五个阴节,如果你看一下献给师婆的Era流,那有五个花瓣,Shodan应该最少念五次,在特殊的日子最多可以念十一次,有时甚至十一的平方,有时十一的十一次方,所以那是非常强大的口头禅,在古代他被频繁地念经。 Shodan也非常强大,可以摧毁负面的影响,利用日食、满月日、西月日、Acadacy、Chattis和Shashis等特殊日子来念经,比如艾滋和Dwadish食念维修奴口头禅,Chattis食念甘纳西口头禅,在念经时尽量进食,至少在早餐前念经,这也是非常有效的。 如果你已经在见识,那就在所有的日子里念经,这对身体和心灵的效果都是全面的,所有这些不仅仅会影响你,还会影响整个世界,这就是它的美妙之处。 从而回答了你的问题,我非常确定,如果由人们来做,念经将会改变整个世界。 AUGRA是另一种比念经更强大的东西,与念经一起进行是一种非常强大的组合。 当念经和AUGRA一起进行时,那是最伟大的事情,如果再加上OB-SHIT,效果更加强大。 非常令人振奋的是,今天我们的政府实际上正在在这些领域取得一些进展,通过揭幕借助哈文和焚香的特殊结构,这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还有一个关于Shankara-Shankarbat的问题,我刚查了一下历史数据,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大宇宙的结合发生在公元789年,而AUD-Shankara据说是在788年出生的,你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 所以可以确定,大宇宙确实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就像与佛陀、耶稣一样,都是类似的组合。 我非常确定,这些都是伟大的影响力。 而Shankara-Era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当大宇宙与789年一起发生时,它基本上是在Mina-Rashi与水星一起发生的。 而当它在公元640年与伊斯兰教建立时发生时,它发生在Kumar-Rashi与Shabish-Nalkar及Shankar的例子中的Raho-Nalkar一起发生,这里发生了完全相同的事情。 实际上发生在Ut-Badra-Nakshatra,你可以看一下Yuta-Nakshatra与Shishak-Nakshatra之间的巨大区别。 Ut-Badra更像是一个明亮的明亮的星秀,它是Shini的星秀,它带来了巨大的转变。 而且,Guru和Shini与佛陀在一起,佛陀是智慧,所以ADI。 Shankara没有使用刀剑去杀死每个人,迫使他们接受某种意识形态。 他通过Bukai和TKA的力量改变了世界,这就是区别,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追随他至今。 为什么他被认为是师婆的化身,我们也应该始终遵循他的话语。 这是一个美好的绘画,我们可以谈上几个小时,我确信实际上我们将会有问题。 考虑到你的时间,我们必须在某个时候停下。 是的,谢谢,非常感谢,祝愿你一切都好,祝福一直伴随着你,谢谢。 请看,订阅,订阅,转发回来。 您的支持,请看,订阅,转发回来。